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约翰的弟兄 约翰的兄弟 使徒雅各有绝对奉献的知识 这知识是以他的寻道来实化的 他用他的学 绝对的为神的旨意做见证 第二个 使徒彼得有开门的知识 他是在撒网的时候开门 这知识是以人性的美德来实化的 他从主领受了天国的钥匙 记不记得 别人问他 主耶稣问大家 你们说大家都讲我是谁 有人讲这个 有人讲那个 后来主耶稣就比较弹知了 那你们说我是谁 这一问了 大家就傻了吗 彼得就杀不拉几地讲了一句话 你是基督 是活神的儿子 讲完以后 我绝不信 他知道他讲什么 可是主耶稣就兴奋了嘛 师父 谢门 八月纳 你是有福的 这个不是血肉指示你的 乃是我天上的福 启示给你的 我还要告诉你 你叫彼得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他就开门了嘛 拿了钥匙就开门了嘛 所以你记不记得 犹太的教会的门是他开的 然后外邦教会的门也是他开的 那你记住一句话 所有开的门都没有可能是一个工作 所有开的门 主所带给你的 嫁给你的 都是一个个的个人 一个个个人要什么 他需要人性的喂养 他不要神来跟他在一起 他要有神的人和他在一起 懂不懂 如果你碰见一个新得救的 你去看望他 他说 你跟他讲 弟兄 你得救了 感谢赞助好不好 我最近很好 我就是里面有时候觉得 好像有点空啊闷啊 不知道怎么办 哦 那你不懂 那经过过程的全被供应的三一神 成为次生命的灵 而进到你的里面 你放心好了 有这一 他们讲啥 我再讲一句啊 那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成为全被供应的灵 在生命的分次里 把他那个三一神荣耀的丰富 都分次到你的里面 成为你的所需要的一切 叫你后来和神完全一样 他说我里面空的很怕什么 那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成为次生命的灵 你讲完了 我还是空的很 他希望是到你家吃狮子头 你跟他讲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那个没错 是可以讲 但是没有人性来backup 来支撑这个神性 它是假的 他需要人的复制 人性的复制 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性 满有美德的人性 和神所开的门来配合 人还是很难加的教会生活 再多的教训都不行 要这个人成为一个叫人称献的人 就人碰见你了 就感觉和你在一起愉快 和你在一起舒适 和你在一起游足 和你在一起觉得有意思 这是人性啊 所以啊 这个喜事和生命是分不开的 意象的丰富和经历是分不开的 有歧视一定要有生命配合 有意象一定要有经历的配合 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了 这个这只是啊 他是以真理的启示 和生命的经历来示唤 所以他就在神永远的旨意里 来建立了一处一处的地方教会 今天那首诗歌里是不是有这句话 交通与他的苦难啊 学习苦难交通 知道我的不比你的损失 学习苦难交通 懂不懂什么叫苦难交通啊 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受苦 我们就被生出来嘛 我们受苦 教会就被建造起来 懂吗 是在主耶稣的苦难里 我们得救 是在我们的苦难里 教会被建造